民進黨方面為了求整合 現在要大力促成蔡賴沛 但卻讓臺南市議會 無黨籍聯盟跳出來反對了 議員怒批賴清德這麼做 根本是王恩負義 那麼要是蔡賴沛真的成功了 他們將要號召支持者 巨頭蔡英文跟民進黨 蔡英文連任 賴清德加油 臺南新潮流派賴希議員 近期動作不斷大力支持蔡賴沛 不料卻引發無黨籍議員反對聲浪 這一場總統選舉 民進黨的代表是現任的蔡英文總統 他不需要賴神的光芒 強調蔡英文的總統路 不需要賴清德光環加持 更批若蔡賴沛成形 恐將拖垮民進黨 他是一個台獨的一個務實工作者 國家定位議題 應該是由總統親自在做一個 明確的一個方向的一個論述 而不是一個行政院長該做的事情 係數賴清德負面爭議 怒轟新潮流派系 別擅自揣測民意 新潮流派的一個黨籍的 民進黨籍的議員會去說 蔡賴沛是一種前民的一個期待 恐怕他不是一個前民的期待 他是單獨他們一黨一派的某種期待 面對民進黨力推蔡賴沛 台南市議會五黨籍聯盟開第一槍 廖仲化絕對不支持 而這恐怕也讓蔡英文 副首人選再添變數 記者黃富奇 台南報導 稱為當張 冠軍